字幕提供 方老師 搞定這120萬的責任額 否則3月31號以後 你下禮拜就會發現 我突然沒有辦法 站在那一百月裡面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27號晚上突然開直播 還用突然收到重大通知 需要大家幫忙為題 原來是球斗內 臉皮包的我厚的臉皮 開了這個直播 要拜託 各位朋友幫忙 不好意思去跟那個借錢 所以他就講說希望各位小草 幫幫他 我想說你借錢還要還 那你這個跟小草募資的 你還不用還 我想說講得那麼好聽 四叉貓翻出黃國昌財產申報 質疑他存款有400萬 珠寶手錶價值330萬 要繳責任而食卻哭窮 拿不出120萬 但小草們依舊紛紛湧 捐款把民眾黨網站 給塞爆 主席找我 網站不是我 網站不是我管的 黃國昌的黨籍保衛戰 兩小時就成功 上回他幫民眾黨募款 也在一夜之間募了超過 1400萬 但網友紛紛之疑 他是建商女婿 怎麼好意思自己當官 叫小草出錢 還有人酸割草時間到囉 四叉貓大三黃國昌 就連黃珊珊也有樣學樣 PO文求贊助 不過立委們年薪大約250萬 加上補貼等上看420萬 上支持者伸手適不適合 交給國人公斷 北邊都是立委啦 紅綠委員你看人 黃國昌有聰明嗎 人家說他面皮很薄 臉皮很薄 所以只敢開直播 跟小草要頭內啦 一人捐200 你捐款備註就寫說 黃國昌 替他順利完成這個募款額度 小草踴躍到民眾黨的 那個捐款的那個畫面 還一度當機耶 你看看人家有厲害嗎 來委員 民進黨的每個民代 也都一樣有募款責任 但我好像沒有看到民眾黨 有哪個民意代表 是這樣子搞的 我覺得這個中間 我覺得要有格調啦 我覺得這個格調 我沒辦法啦 但是他現在這樣開先例 黃珊珊啊 陳昭姿啊 大家都有贏看贏耶 就是喔 格調如果是這樣 大家有贏看贏啦 我覺得這個有點道德綁架 你忽然他忽然說 如果3月31號錢沒有的話 那就見不到黃國昌 那你想想看 支持他的人 或支持民眾黨的人 那會不會說 趕快煩一人 一百兩百什麼的這樣 其實你一百二十萬 如果一人一百塊 一萬人就一百萬了呢 那其實也很快耶 對不對 但是應該要這樣子的嗎 我覺得不應該要這樣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黃國昌他的財產申報 他有存款四百萬 那他那個四百萬是要幹嘛 他花去哪裡了 他自己的錢不先拿出來嗎 我覺得也是可以啊 你覺得小草的比他喝鬼嗎 不會啦 我覺得都不會 我覺得這些小草 我跟你講收入 有四百萬存款的人 我看也沒有多少人 那你明明你的財產申報 你有這些財產 那你為什麼不先拿來用 你就算很急 你就先拿來用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好像我比你比較好 我告訴你我沒錢 要叫你責一些錢給我 那我覺得這樣子 一個政治人物的一個 道德標準要割掉 我覺得應該要高一點 那我覺得柯文哲會不會生氣 柯文哲如果想你們都這樣搞 我自己就來募款就好啦 柯文哲對不對 他也可以去 柯文哲募款能力怎麼會輸他 一定會啊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次一次被拔毛 拔到後來這些小草也都沒有毛了 那怎麼辦 我相信柯文哲 他看到他們這些 他一定心裡是不高興的 那而且我要說 民眾黨 你還是有政黨補助款 你政黨補助款 你維持你們運作機制也夠 但你要你的民意代表 你的這些 你民意代表要去這個政黨 這個分攤金 責任額分攤金 我覺得都還好啦 但你公開這樣子募款這樣子 我倒覺得 是真的沒有看過這樣子做的 沒有錢利過啦 那你要說他有沒有違法 其實我說真的啦 如果以政治信心 他把錢直接用到這個民眾黨的裝戶裡面 你說有沒有違法 在法律上來講好像又沒有 但你後面又被注是誰 這也又很奇怪了啊 對不對 你又被注是誰 那就是你在募款啊 那你沒有選舉期間 你可以這樣去募款嗎 那如果以後這樣子的話 全台灣的民意代表 每個人都這樣的話 那怎麼辦啊 這個法律是不是要修改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格調 尤其是如果說你的政治現金 你的財產申報裡面 你是負債累累的 你這樣講還有道理 但我看到的是他有房產 對不對 他有汽車 他有存款 是建商的女婿 對 我們先不要講到建商 就是你就有這些 自己就存款四百萬 那你要當這個 像我們當民進黨的 我們知道有這個 因為你責任額要管多少 每個不一樣 每個人都一樣 這個立委的多少 議員的多少 都有公開的 但我們像我個人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有三十塊的補助款 雖然一選完 要馬上交十塊給黨中央 但你那個錢 你就是自己要準備 你未來四年 要給黨中央的這個募款責任額 分攤金多少 你自己那些錢 你自己就是要去存得好啊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啊 哪有可能說像這樣去 我是覺得很奇怪啦 也不應該啦 你一個當 我說一個比較不客氣的 你要當到立委的人 你不可以這樣耍這樣子的小手段 那這樣子你在審法案 你在什麼 我會覺得說 那你是一個大公公司嗎 你是站在台灣的角度 去做這些事情嗎 你這個連這個都要去募款 然後這個叫做什麼 突然收到重大的通知 這一點我想不通 是 不可能你一個政黨 你一個民眾黨 你三月三十一號要你繳錢 我可能兩個禮拜前才通知你嗎 我覺得不可能吧 這怎麼會突然 突然這兩個字我一直想不懂 這個至少也會給你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而且怎麼可能 而且你看你二月一號就職 你三月三十一 我認為至少有給你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這絕對不是突然啊 這個委員 過癌人經驗 跟黃國昌說 要有一點格調 不過知道 小草很棒 馬上這個募款額度就已經達標了 不過呢 這個柯文哲的前幕僚吳靖 他說 這個現在是怎麼樣 柯P的煉金術嗎 讓小草升級為搖錢草 這種要人掏錢的行為 真的是不應該一連串發聲 可是民眾黨的人 現在一個接一個 黃國昌先開始 再來還有黃珊珊 還有陳昭姿 哇每一個現在都開始 要用一步 然後來達標這個責任額 在金融界 有一個很有名叫做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是什麼呢 就是勾畫一個很美好的投資的願景 然後吸引投資者進來 說你這個馬上就可以頂到多少錢 多少錢 結果他沒有錢 他是拿後面的投資者的錢 來付前面投資的利息 然後越滾越來 結果最後這個龐氏騙局破局之後 全部都破產 那在政治上我們看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一個科士騙局 不是只有黃國昌而已 因為他迴避了這個政治獻金法 然後把錢然後匯到民眾黨的戶頭裡面 又加住了一個黃國昌也好 黃珊珊也好 這個政治的願景說 這個新政治藍綠都是垃圾 然後等等的 然後別人在潑那個潑糞 然後他都沒有 但是從柯文哲開始選總統以後 他各種的言行慢慢的 不是只有小 當然有小草笨 但是也有小草很寒心 那個基隆這個在罷謝國良的 這個也是小草 林小草 就說他很寒心啊 為什麼一個小草不是要追求新政治嗎 不是要對於那個地方的這個治理要參與嗎 結果柯文哲出來說 你們不應該去做這些政治動作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黃國昌他這樣拿一隻蔥這樣搖一搖 就將近一萬人 將近一萬人 所以他很快的不到 還是有很多鐵粉 不到兩個小時 也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在看台灣的政治 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這樣網路上說 有很多的落差 有很多落差 然後我們沒有回到一個 所謂法的秩序上面去看 我們還是在情緒上 所以我還是奉勸 像這個拆糧行動的這個小草林小草 他們已經看到那個所謂法的秩序的 社會的秩序的 用這個 用這個公共工序來看那個柯文哲或是民眾黨 他就會發現說這些就是一個詐騙 不是只有以前的前助理 他所說的那個施隔而已 他基本上已經進到一個詐騙的狀態裡面 然後利用他已經掌握的權勢 因為剛剛那個洪路還少講 他一個月有將近二十萬的薪水 他不是沒有薪水 對不對 民眾黨的部分區 沒有像民進黨部分區 民進黨部分區 是每個月薪水還要還要回捐給那個中央黨部 所以基本上我們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公共的這個秩序來看 我們從柯文哲到黃國昌到整個民眾黨的政治運作上面 就是一個科事騙局 不過黃國昌說得很緊張 讓這些小巢趕緊掏錢出來 因為明玉姐黃國昌那一天是怎麼講 因為他不敢去跟 不好意思去跟這個企業募款 所以就是來拜託粉絲幫幫忙 講得多緊張 他說這部分區立委3月31號前 如果沒有繳出一百二十萬責任額 他就Sayonara 沒有辦法再繼續當這個部分區的立委 因為他會被解除黨子 他說這樣小草拼了 趕快去捐款 明玉姐 這我不太理解 他說他不好意思 就是去跟什麼企業募款 那你好意思跟這些小草來募款嗎 這些小草多年輕人都學生 有的甚至就是說學生 你可能還要跟父母伸手拿錢 有的不知道有沒有出社會 也不一定 對啊 你就好意思跟這些年輕人來伸手要錢 這我就覺得說他的邏輯 想法很不一樣 我就更不知道他的邏輯 而且你知道嗎 甚至有人 我看那個直播 甚至還有人講說 這個直播結束他還來不及抖內這樣 還有人講說他什麼捐一千二太少什麼 我就覺得天啊 這好像是一種宗教 看了那個直播之後 你就被洗腦了 然後直接看出去了這樣 但是無論如何 你必須說他很厲害 因為他之前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的紀錄創下一個晚上八百萬嘛 所以等於說這一次一百二十萬對他來講 這個小case 對 那我們還是提出我們的質疑 因為按照我們的政治獻金法 就是你在選舉的這個過程當中 在就是在投票的那一天 你就不能再募款了 你就個人你不能募款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對政黨募款 你政黨三百六十五天都可以 所以說黃國昌他這個為什麼大家會 今天會質疑說你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因為他今天開的這個直播 雖然說他斗內是捐給了民眾黨 對 他有給一個民眾黨的QR Code 你就是掃了之後 你可以捐給民眾黨 可是問題是他後面的瓜糊 你要寫黃國昌 所以你才知道說到時候他去統計的時候 你才知道這筆款項 這是黃國昌募的 要算在他的責任額那邊 這樣你才能算說他多少 目前為止他還沒有這個還沒有公佈說 他到底募了多少錢 可是我要問啦 為什麼大家會有做文章的空間 你後面寫了黃國昌之後 那假設他今天募了 假設他待會也會公佈那個款項 他如果公佈他募了六百萬 那你募六百萬之後 你的QR是一百二十萬 你扣掉之後是黃國昌專用嗎 我要問說你是黃國昌專用 還是說這筆錢就是以後就是給民眾黨 就無償給民眾黨 對那這個是你跟 還是說可以分給別人 分給黃珊珊 黃珊珊那邊是沒夠拿來投這樣 有沒有這樣可能 我昨天有請教過時代力量的這個周韋航 他說他們這個是說可以分啦 就是如果周韋華他自己 募的擴打夠的話 他們是可以分 可是民眾黨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規矩 你是不是可以分嘛 我想應該是不行啦 不然你事實上 你黃國昌以他的募款能力 他一個人一個晚上可以募八百萬 他早就可以分給黃珊珊 可以分給麥玉珊 江崎凱今天也開了直播了 他說他也預告要開啦 相信他應該是沒有要分給別人 所以別的立委有壓力 所以大家有樣學樣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黃國昌 可以募那麼多啦 如果募不到 那不是很老虎嗎 如果其他人募不到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這黃國昌 是給相對同僚壓力啊 但是他們又不是每個人都是黃國昌 所以我認為 你剛剛問我的問題 我認為是說他應該是沒有要分給別人 所以搞得其他的立委 他變成 要不然黃國昌他可以當大哥 因為他是總召嘛 所以我今天募 我做多的部分 我可以分給黃珊珊 你們這些人就不要再開直播了 看起來他沒有要這樣子做嘛 所以我接下來的問題就要問說 因為你是有括號黃國昌 那你這個款項整個結算出來之後 你這個錢是你黃國昌專用嗎 還是說你民眾黨是全部都給民眾黨 這個部分他們也要說清楚 那當然最後啦 我是小人之心啦 就說那你這個未來會不會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有未來的故事發展 你民眾黨如果說黃國昌他要求說 這全部因為括號給黃國昌嘛 你可以算出來說這個這兩天的斗內是多少 那你民眾黨是不是會私下再轉給黃國昌 當然你說這個進到黃國昌戶頭是不可能啦 因為這個會查嘛 會查你的金流 對而且你的那個財產申報就會發現說 你怎麼赫然會多 可是如果你有人頭帳戶呢 就是你會不會有做故事上下其手的空間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可能他們要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你是游走法律邊緣 那黃國昌今天回答也很有意思 他今天就直接問說這是誰問的 誰說這跟哪一家媒體問你這沒有關係啊 今天會民視問三立問跟中天問東森問T台問 這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就跟民眾解釋清楚就好 你為什麼今天直覺反應是說是哪一家媒體 寫哪一家媒體問的 那你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這就跟你剛剛你的主席 大家問你說民眾黨議員 為什麼要跟台四光吃飯 結果你柯文哲說 那我也我也跟蔡英文吃飯啊 這個我覺得你們這個整個是學壞啊 這個民眾黨的文化我真的看不懂 他們整棟的特色就是這樣啦 不過如果黃國昌真的沒要奔給別人 這樣真的是還蠻小氣的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回來來看一下 比較大方的是誰啦 謝國良的部分 基隆現在這個青年電動機車方案 今天開跑囉 現在不只零元免費簽回家 咖啡去排隊的還送你安全帽 等一下回來一直來看 同時,你會想要不要放棄 既然說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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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說得太多了